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英姐 我今天來到 Timeworth 這邊 就是幫一個網友去看一間屋 因為一個網友是9月份來到Birmingham 他想租一間屋 我幫他上網找了一間屋在這一區 裏面就是我背後這間屋 它是三房的FREE BED ROOM 有一個Conservatory 即是香港人熟悉的玻璃屋 另外它有一個Garage 車房 到時我會和大家進去看看環境 給網友看一看 另外我會和大家看看這一區附近的居住環境 我暫時看到這一帶都比較寧靜 我們可以慢慢過來這邊看看 這裡都是一個住宅區 大部分都是一些 semi-detached 或者是一些detached屋 我看到環境很清幽 大家應該都聽到有少許雀鮮聲 有少許像九龍塘那些 有一居住的房子 環境都很清淨 我覺得都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車可以停泊在屋前面 他們很少會停泊車進去車房 我剛才跟業主談過 其實停泊在這些路邊都很安全 他們就喜歡用Garage去做一個Storage room 先說回這一區 這一區是比較近Sudern Coffield 大家可能熟悉的是Bermingham的Soliho Sudern Coffield有多學校 Tamworth這裏都有一些 Good和Outstanding的學校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稍後我會和大家逛逛這一區 讓大家看看環境 價錢會比Sudern Coffield和Soliho便宜一點 是Bermingham的北一點 距離Bermingham的車身 駕車大概是30分鐘 因為我住Soliho 我剛才在Soliho那邊駕車走Highway 高速過來大概45分鐘左右 不過因為我不太熟路 可能會慢一點 可能平日大概30至45分鐘就可以駕車來到 家屋在路的盡頭 即是大家所說的挖頭路 有個好處是不會有很多陌生人來到這裏 可以來的都是住在這一區 或者住在這條街 大家可以看到 車房門口 這裡放了一些垃圾桶 然後我們就進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螢光網上 網友因為他不太方便出鏡 所以我看不到他 這個就是大家熟悉的玻璃屋 屋主已經加建了 他們這些玻璃屋都是合法的 門口這裡就是花園 屋主就是幫家庭做一個重建 在這裏就看進去的家屋 即是車房 網友都關心有沒有燈 會不會很黑 也有燈在上面 我們看看裡面 這個就是客廳 客廳走進去就是廚房 廚房也很新正 廚具也是新整的 業主叫我們上去看看 這是一個燈 燈是一個雜物房 下面可以等一些雜物 燈除了是洗澡 煲熱水之外 熱茶也是靠燈 燈去拿一些熱力 全部這個樓梯都是新整的 我們在上面 可以看外面的家庭 隔壁是今天星期六 小朋友在辦生日派對 看到隔壁屋 也有整個家庭很美 然後我們走進去洗手間 業主都翻新過了 都看到設施很新正 進了其中一間房 現在是一間小的書房 看回到剛才大街 我們停車的位置 你也可以看到 就算看著大街也好 因為它不是對著馬路 很寧靜 不過房間比較小 就適合做書房 大家看到了 它不是很大 還有它有一個位置 就是擺了一個東西 應該是工具擺在這裏 就擦不到的 業主跟我們說 所以大家都預算到這間房 就未必可以睡 擺做座房了 剛剛參觀完這間房 業主很好 他買來收租 不過收租之前 他也做了普通的裝修 傢俬那些 例如仔衣機 還有廚房 普通也有安裝 大概是剛剛做好兩個月 他現在就把園房 鋪上一些磚 8、9月就可以租了 所以網友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其他網友看完之後 都有興趣 或者想我幫你們去看看屋 大家可以私下聯絡我 我們現在去看看附近的環境 大家看到附近 多數是一些 detached 或者 semi-detached 的房屋 我看出入的 多數是這裡 住的白人 可以看到 多樹蔭 居住環境是不錯的 這些是 semi-detached 的房屋 遲些我都會開一集 跟大家解釋 不同種類的房屋 教大家怎樣分 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 接著我們就駕駛出去 廚房那裡 我都會幫網友 看看廚房那裡的環境 可以看到沿路的風景 都很優美 在剛才那間屋 駕駛出來 Town Center 大概是十分鐘的 附近有些大型的 Supermarket 除了這間之外 後面還有一間 遠處都是一條路的 有間 Ardi 也在那邊 我們現在沿途走過去 Town Center 看看 環境都好像挺清淨 我看到大部分的都是白人多的 我背後這間是一間餐廳 有些 Steak 有些 Fish and Chips 還有Curry 便宜吃的 大家除了可以在Waymove 或者Super 可以找樓之外 都可以像香港那樣 直接進入一些地產代理那裡看 我看這一區的樓價 如果比較大的 可能有三至四房 它就大概是四十萬磅左右 有些是小小小 就是三十多萬磅的又有 再小小小 兩房 或者距離市中心 遠小小的 二十萬磅都已經有 除了賣盤之外 它也有些租盤 一般租盤都是八百磅 有些小小的 可能是Studio 四五百磅都有 當然也要看房子的環境 裝修 但比我感覺上 這邊比蘇利豪那邊便宜一點 這裏就是Timeworth的Town Center 通常一般都是一條街 兩邊都有些餐廳 食肆 店鋪 店鋪 剛才走進來的時候 都看到有很多地產代理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看 這裏 不知道是否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好像有些市集 有些東西賣 感覺上是像香港的赤柱 背後有些餐廳 露天吃漢堡包 今天有點熱 可能也有點辛苦 但如果平日溫度不太高 我覺得都頗舒服 謝謝 我剛才買了一個雞蛋 打算當作午餐 他們的餐廳很大 而且馬上煮熱了 在我背後就有一間是Bachelor 就是肉檔 大家除了可以在超市買肉之外 我們都可以在這些專門賣肉的肉檔買 可以選擇一些部位 例如雷豬展 那些牛骨 可以在這些店鋪買 價錢會貴一點 但他們比較專業 我們幫網友出來看看 餐廳的環境 因為其實 除了住屋方面 附近的環境是怎樣 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盡量都會幫客人 看看他附近居住的環境 適不適合 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的 都可以私信我 我盡量看可不可以幫到大家 好 好 好 我們先去看看 非常好 現在我們可以分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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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